喜瑞斯商城新品开张了 欢迎大家打开陈毅发儿 点淘宝点康 前去选购 我刚才开播前看到你们在猜 我见到的油管同事是谁 没有一个猜对的 奇怪 不是AK啊 但是你说我是小粉红吗 我也不是 因为我也觉得国内有国内的问题 国外有国外的问题 我会很平淡的看待 不是李子柒 我起 我还是要起 也不是西兰 但西兰现在是不是在上海 我也不知道 the fuck is going on wait what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西兰在主播吗 不是有人说他爱图我吗 有没有啊 还是你们在他妈的 你们在那个什么 我们家家里比较小 应该没有 对陈毅发在那个 我那个隔壁房间直播 所以也 百分一百 不要 皮鸡丸 乱猜 你很幽默 真的没有人猜对 我不知道是 为什么 因为我很少提到他吗 还有些提到一些那种 很坏很坏的频道的 有一些那种我不认识的那种 很坏很坏的频道啊 怎么可能吗 你们用脚脚趾头想一想 有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见到他们啊 是他疯了还是你们疯了啊 就是那些很坏很坏的频道 我能在上海和他们见面吗 你们说的这些 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啊 不认识怎么知道坏 因为好的我都认识 不认识所以坏 所以是哪个胡咖 别这样 同事们的订阅都比我高 你不要扔出这种回旋 不要打到你的老板好吗 谁订阅不比我高啊 不说是一个新加坡的博主 对对对是小岛 你们还认识的呀 我与你们都不认识呢 人家几十万订阅 他是新加坡博主 然后他到上海来办事 顺便吃了个饭 你感觉小岛也挺坏的 那你也太蠢了吧 他92万订阅呀 厉害 当时他说到上海来办事吃个饭 问我有什么馆子推荐 他说不要吃东南亚菜 也不要吃新加坡菜 他就去受够了那边的饮食 然后我说那要不吃个烤肉吧 也行 然后他说这个人均会不会太低了 我多点两份吧 他上次在上海跟其他朋友见面 一个人吃了两人份 我心想 但是我没说啊 我说这得多胖啊 我心想啊呀 一般的博主都是胖子 特别是男博主 当时约在一个日本烤肉店 然后他当时去早了 因为他第一天跟朋友约见面的时候 他打车去 然后上海的交通 其实特别晚饭时间 就狠堵狠堵 然后他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第二天他和我 说大家吃饭的时候 他就想着 这回不能再迟到了 他就坐地铁过来 早到了40分钟 然后我又因为堵车 晚到了半个小时 昨天别人等他一个半小时 他等别人 这就叫回旋表 帮上海群众出了口乐器 然后他当时就在外面 外面坐着 没进那个店里等 外面坐着 然后我走到头 我说我到了 他说你是那个拔衣服的吗 我说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跟我想象中形象非常不符合的 一个人走过来 小岛本人非常瘦 他说最近长胖了 已经过了120斤 他可能1米75吧 也可以再说高点 1米8嘛 但是他只有120斤 就那个120斤 可能还是毛重 很瘦 很瘦 他说他是一个代谢很高的一个人 很让人羡慕 他说如果说晚上睡觉前 称一下体重 早上再称一下 中间不吃任何东西 但是能起来少个凉三斤 这个就很让人羡慕了 吃不胖 这里我就要说一句了 人家小岛吃不胖 那叫羡慕 谁有吃不胖 那就要叫细斗了 这个陈一发真的好双标啊 然后他说如果自己是 那个 那种饥荒年代的话 应该是第一个被饿死 可能就是有些人 就是那种体质嘛 吃不胖 他也不是那种大学生 有些人是大学 大学时代 吃不胖 但是人过了30岁 就开始吹气球 他倒也没有 他肯定过了30嘛 30出头 确实很能吃 到最后吃完了之后 他说只有6分饱 当时我们学了一家日料店 我当时定了是 晚上5点半的座位 上面说只保留10分钟哦 过时不后 然后我6点钟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就是我们是唯一一桌 那个厂子里只有工作人员 后来那个小哥 在给我们烤肉的时候 我们就说现在生意是不是 没以前好了 他说是啊 他说这个都怪小日本了 倒什么河废水 我们现在生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他说你以前来我们这儿都是坐满的 楼下坐满楼上坐满 现在我6点钟走进去 发现里面只有一株 后来还是逐渐有人来 他说现在这几天好了 刚刚开始到河湖水的时候 就很 但过几天 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刚好一个月 就好点了 但还是不到以前的程度 我又问 我说那你们这个 这些卖的东西是日本运过来的吗 他赶忙说不是的 我们没有从日本采购任何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是条件反噬的 这日料店 我们绝对没有日本任何东西 有点紧张 但是小岛说 他说你们这儿比较在意这个事情 他们在新加坡完全没有人care 就大家就无所谓的那种事情 那边没有人谈论这个事情 小岛还说 他说他平时做视频 他说点赞率最高的 就是骂日本河 河湖水这回事 但是说达成了所有人的共识